阿美宇盟點 阿美宇盟點 大家好 我們是阿美宇盟點團隊 然後我們今天先報告一下目前阿美宇的進度 然後第一個進度是我們可愛的那個 佳文已經先對好了就是我們盟點裡面 與原民會簽字表的對照表 因為拼字的問題 所以我們必須要先把所有的拼法 還有就是語群 還有就是詞彙的各部分不同的差異先對照出來 因為之後我們要把那個簽字表放到阿美宇盟點裡面 所以這個工程非常的耗大 然後佳文用了大概快一個月的時間把它全部都對完了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非常值得開心的是 柏利亞潘世光神父的阿漢一教完成了 然後接下來我們可能就是要做二教的部分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來跟我們聯絡 因為阿漢 柏利亞潘世光神父的這一部非常的經典 因為他今年拿到了那個就是教育部的那個優秀 優秀族語 本土語言的那個優秀表兩獎 然後這也是對那個兩個神父的肯定 因為他們就是已經默默做這件事情已經50年了 然後終於就是有得了這樣一概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今天的工作進度 因為很感謝大家就是讓我們的阿美宇可以有一個網站跟APP可以讓大家查詢 但現在目前面臨到最大的問題是就是智慧的排序問題 因為我們在打入就是阿美宇跟中文的時候 常常出現的並不是最主要的關鍵 關鍵的詞彙出來 然後今天就很感謝阿舅的那個Podagraph 因為我們先從Podagraph裡面去找就是詞彙的類元性 然後從類元性再想看看如何解決排序的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在類元性的那個問題解決之後呢 最感謝的是小謝 因為他幫我們把阿美宇的語幹拉出來 因為阿美宇很特別 他跟中文不一樣 因為我們都是有一個語幹之後加前罪後最終罪 然後會有不同的形態出現 例如就是像符定是語 因為我們的語句就是以名詞為那個詞幹 然後你前面加碼的話就是已經抓到的語迷的話就是 就是抓魚 就是抓魚的地方 所以我們先把這些就是前罪後罪跟中罪抓出來之後 我們接下來就要找那個排序的問題 那小謝他今天從程式裡面發掘了 就是我們的字典裡面呢 目前有1048個語幹是沒有中文解釋的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們會再跟就是蔡仲台老師討論一下我們的中文語幹 要怎麼去解決他的中文解釋部分 那在抓完語幹之後 我們可能之後就可以去排序以最接近阿美宇的部分 然後把它往上做最大的排序 因為之前是只要打字他都出現一些 跟那個中文不太相關 或者是說他是只要是有龍馬拼音差不多的他都會出現 那之後我們就會做字母排序跟類元性的排序 所以呢今天結束之後呢 我們必須生對蒙典熟的交對文字工 還有就是前端工程師協助小謝來調整排序 然後還有就是希望就是大家對阿美宇有興趣的人可以來找我們報名 因為我們之後阿美宇蒙典可能還會有更多就是需要做的工作 然後最後還有就是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伯利亞與潘世光神父的阿美宇二教 我們現在要就是徵求大家來就是協助我們二教 因為可能二教之後我們就會上那個就是阿美宇蒙典 然後也給那個潘世光神父看一下就是他的那個 這點現在已經我們開始在說出文話 算是送給他今年他當神父禁讀六十年的一個禮物 對謝謝大家 好謝謝 謝謝